关岛快递 如果再这样子分析下来 正好怎么看 我们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 4米星达到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当然是这样子 因为过去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一直都有 但是要多低调有多低调 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右边这两个照片 一个是说我们的F-16 特别去美国基地 去做空中加油的训练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不能空中加油 美军干嘛训练你 这已经叫做一个准军事合作的 准备了 对这就是个准军事合作的动作 他其实在打脸马英九 说美军绝对不会来啦 可是如果今天美军会愿意 帮你空中加油的话 这就是在空中的一个军事合作嘛 铁一般的事实 那下面那个呢 我们的陆军到AIT 去跟美军开视讯会议 很清楚嘛 我们到AIT 表示我们的交流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而且是美国手把手在教我们的嘛 那在这个时候 我认为台湾跟美国合作 其实毋庸置疑啊 你这时候讲说美国不会来啊 台湾首战集中战 都在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那再来的 中国我们看最近南海的局势 中国确实啊 向南海设了东风21D 还有东风26B 东风26B的设程比较远 大概4000公里 东风21D1500公里 他有没有威和力 绝对有威和力 在美国自己的国防部报告 今年到2020年 他们每年都要提交国防报告 给参议院 自己的提交报告 东风21D哦 他的意思是说 能够打击航母在内的所有武器 所以话就是说 美国是承认21D的战斗力的 但是21B就比较怀疑 他说只能有限的反舰能力 他用有限这两个词 可是无论如何 他确实是有战斗力的 也是中国现在最大的杀招 可是我认为中国中了一个计 这个计是美国 美国铺牌铺牌很久的 很简单 为什么当中国试射这个飞弹的时候 美国的RC-135 就出现在南海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就出现在南海 到底为什么出现在南海 你要知道 这个侦察机 在美国来说 美国只有三台 一台在税修 两台维持服役 所以在中国南海 巡演的时候 美国把RC-135派过来说 我们是吓一跳的 干嘛来 就后来才下去查说 原来RC-135 他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收集导弹的情报 跟收集导弹的数据 就引你发射费 他刚好可以来收集 我们这样讲 他们虽然是航母杀手 航母杀手射出去的时候 航母旁边会有 神盾级的巡航舰 帮助航母去把那个 飞弹打下来 关键在哪里 在数据 我如果有先有你的数据的话 我运算就会快你一步 我运算快你一步的话 我拦截率就提高很多 中国过去是不试射 或是很低调试射 可是这次一试射 抱歉 美国侦察机刚好在那边看 看着你把所有数据 收集完成之后 抱歉 下一次我就是 这叫什么超前部署吗 早就等着你要发射导弹 对 我下次就超前部署 所以说整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局啊 前一天先派YouTube侦察机 在环海这边 后一天RC-135 在那边等着你 这就很清楚 就说美国其实 都下棋都是有节奏的 都是有步骤的 所以我认为 中国这射两个飞弹 你虽然大内宣说 我两颗很威猛 可是美国直接在彭博社 打你脸嘛 彭博社不是昨天有个新闻 美国不具名的国防部官员说 抱歉你不是射两枚 你是射四枚 对 我们美军都掌握了 第二件事情 我们侦察机在旁边 数据都把你吃下来 这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笔 所以这次美军 完全占上风咯 这个如果我们讲打仗 其实讲的是战术 那在下这个棋的时候 我认为美国是步步进逼的 而且占了上风 而且很多都在他们计算范围之内